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各位同志朋友 大家早 我是仲哥 今天是2月18日早上10点 美股昨天并没有开盘 但是早盘的电子盘是呈现下跌的 雅谷也是普遍呈现一个拉回 台股今天开盘即下跌近百点 这边投票或许你又开始要担心了 但是仲哥这边想跟大家讲是 这边震荡反而是你一个机会 下跌这边呢 你反而要好好静下心来 去找寻盘面上有什么样可以去做切入的机会 为什么仲哥会这么看待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加权指数的走势图 他先前这波打下来之后 仲哥跟大家讲 反弹上来会开始面临到两个压力 什么样的压力呢 第一个是均线压力 你可以看一下目前盘呢 已经反弹到季线跟月线这边 再加上1月30号 这根长黑K棒的高点 长黑K棒摆在那边 所以我们要稍微尊重他一下 所以反弹到这边就是要开始进入一个震荡 那震荡盘我们也跟大家讲 这边呢你就是来回做转三成 来回去转这个价差 这边高出低进 高出低进呢 可以让你转这个获利超过三成以上 所以盘面上这边在震荡 投票不需要过度担心 那你只要记得这个2月10号收缴的低点就可以了 在先前我们也跟大家提到 大盘反弹到这边 会有两个大小区间 大区间呢就是1月30号的 长黑K高点 跟呢这个2月3号收缴的低点 那另外一个小区间是什么 我们跟大家讲 这是季线到2月10号收缴的这个低点 所以只要盘呢这边大小区间 来回去做震荡的话 这边呢就不需要过度担心 我们一直跟大家讲 这疫情呢行情已经对疫情呢开始免疫了 过去疫情呢都只是短线上的冲击 如果你不相信这种哥跟你讲的 那相信这一波的超额报酬你就赚不到 那你愿意相信这种哥的这段超额报酬 你就可以把它获利放到口袋了 我们跟大家讲这一波呢 一时的下跌呢往往是一个好买点 好买点你要去找哪些股票 无外乎就是集中在缺货涨价概念 还有1月营收成长股 所以盘横在这边做震荡 不用太过担心把它留意有哪些机会 那这边震荡过后呢 把均线给慢慢拉平之后 拉平纠结 然后有开始有机会再往上走一波 另外一波涨势 那这边中哥要跟大家先预告一下 如果这边能过1月30号的高点 不用封闭缺口 只要能过高的话 那盘面上就要开始走 走一个一路嘎空向上行情 因为接下来要开始召开一个股东会 接下来又出全席的忘记 所以这边呢会有密集的农券 强制回补一个高峰潮 所以接下来会 只要一过这1月30号的高点 就开始呢 会走一个一路嘎空的行情 你一定要好好记得 1月30号这个高点 那这边选股上的逻辑呢 中哥认为说 还是要你把它集中在一个 缺货涨价概念 还有1月营收成长股 盘在这边震荡 但是中哥认为这样就够了 因为这样呢就有利于呢 我们的多方选股 好比说我们来看到下一个 我们在先前呢跟大家提到的 这个被动元件 我们就跟大家讲 被动元件呢 这个缺货涨价潮 这个惯性还没有改变 但是呢 板坛上来已经开始 面临到前波高点压力了 在先前节目上 我们有跟大家讲 我们呢会获利调节一半 这边开始呢 采取一个价差操作 那在昨天呢中哥在群组上面 有特别跟大家提醒说 今天呢如果有价差的话 中哥要把这被动元件给买回来 投票如果你有加入这种哥的群组 就可以发现这则的讯息 就可以发现这样赚钱的机会 所以这种哥的群组呢 这边真是好处多多 还不赶快立马手刀加入 这种哥的Light Light的帐号呢是 小老鼠BBA5820H 加入群组呢 你就可以收到这些相关的即时讯息 因为看影片可能真的慢了一点 这种哥来录影的时候 大概是10点 但是影片上架时间呢 大概要11点12点了 那结果你看呢 我们昨天呢 这边呢有价差把它买回来 今天呢马上呢爆出了一个利多出来 被动元件呢这边的价格呢 是持续往上去做调涨 过去呢可能一季涨三成 但是现在一个月要涨三成 甚至呢这边看到 我们看到这个 国具呢准备呢调涨五成 所以这边呢 被动元件这个缺货涨价的趋势呢 还没有改变 那目前被动元件 还是处于一个区间的形态 我们来看到这个2327的国具 你可以看到目前的反弹上来 还是面临到这个前波高点压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开高之后 这个股价呢是震荡往下 那这边遇到前波压力 这边想都不用想 这边呢你就是跟着我们一样 先卖一趟就对了 反弹到这个高点 反弹到上轨 我们呢就先获利卖一趟 然后呢接近中轨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接回来 因为接近下轨的时候 我们这边要反而是要买更多 你会发现前波股灾的时候 前波股灾我们跟大家讲 一直下跌 反而是好的买点 如果你有跟着我们一样 在跌到地线这边 有勇敢进场去做买借的话 这一段反弹上来少说 也有二三十% 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个 获利呢放到口袋 所以被动元件呢 目前呢 会遇到这个前波高点压力 短线上我们可以先采取 来回价差操作 直到轨道呢再度打开 那除了被动元件之外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3260的这个威刚 事实上我们记忆体呢 已经跟大家讲了非常非常久 从去年11月底 我们就一路跟大家追踪 我们呢就是底部进场 买主流 爆破断 赚到爆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样一路爆上来 这边波段获利呢 已经是来到了50% 前前我们一直跟大家提到 这个记忆体有涨升三部曲 事实上这涨升三部曲呢 你可以放到其他的缺货涨价概念 都是这样的 都是可以一体试用的 我们跟大家讲 这边会有一个缺货涨价 在营收成长 在什么 低价库存 低价库存呢 这涨升三部曲呢 会让这记忆体呢 逐步的往上去做攀升 那如果你愿意相信中哥的 相信这记忆体呢 整个大行情 你都有赚到 事实上我们不是就 跟大家追踪威刚而已 我们跟大家追踪 这4967的这十全 我们把它放大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抗讯 我们放大 再来看 你可以看到 我们从低价这边进场之后呢 然后呢 一度呢 往上报上来 这边呢 来回呢 也是已经呢 有快三成了 所以这整个记忆体的大行情 我们除了跟大家追踪威刚之外 4967十全之外 八二七十全我们也有送研究报告 也有把研究报告送给大家 那甚至呢 这个二四零八南亚科 我们有没有帮大家追踪 也是有的 甚至六二三九的群年 把六二三九的历程 八二九的群年 我们这边呢 都有帮大家去做追踪到 所以这整个逻辑是怎么来的 我们跟大家讲 5G呢 这边呢 要发展这个 要能让制造成快速传输 需要透过边缘运算 来降低它的延迟性 那这会需要大量的记忆体 记忆体价格非常之下 又会有哪些受惠股呢 我们来看到 就是所谓的矽晶圆 这个记忆体呢 会填满这个整个矽晶圆的产能 所以填满这个矽晶圆的产能呢 你也可以到带动这个整个矽晶圆往上 在昨天呢 这边矽晶圆包括 3532台胜科 或是5483的中美金 走势呢 都是相对的很强势 所以带动到矽晶圆 又会带动到什么 带动到什么 就好比说我们跟大家讲 资料能快速传输 那需要有个大量的一个伺服器 需要有大量云端中心 所以伺服器呢 也会有一个涨价槽 再来你要收集这些资料 需要透过感测器 感测器呢 就像我们人类的听觉 视觉 嗅觉一样 那这边呢 需要这些感测器 收集这些资料 我们可以看到 3374的精彩 3227的这个原相 或是昨天非常强势的 627同心电 都是所谓的感测器大缺货 甚至呢 也会带动到被动元件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逻辑呢 就是这样子 一个一个去帮大家去建立的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有其他的领主件呢 也开始呢 传出了一个 涨价缺货的概念 我们看到刚刚的第一张 刚刚的字卡 你可以看到 缺功难缓解 目前的板卡 也开始酝酿涨价 那板卡是什么 就是我们跟大家追踪的 这个 2376的这个技嘉 那事实上 我们在先前 在低档的时候 就一再跟大家讲 我们呢 喜欢在这种低档位置 进场去 布局一些股票 然后呢 买到主流之后 就勇敢的抱一个波段 当一个产业趋势队之后 我们这边呢 就是呢 而陪着他一路成长 这产业趋势队 基本面对的话 这边会穿过 短线上的一个震荡 短线上震荡 你都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我们试着 把眼光放远一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 目前这个2376的技嘉 这边呢 走势图呢 也是呢非常的强势 那即便说 涨多开始进入震荡 但是呢 现行都还没有破坏 所以这边呢 我们呢 一路呢 陪着他成长 那再次转强点的时候 这边投票 如果你这边是空手的话 这边呢 你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把握上车的机会 那这边我们先前呢 在群组上面 也有跟大家分享到这一档 那这档是什么 我们在2月12号 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一定盈 我们当时是怎么跟大家讲 这1月盈收是大成长 然后开始突破一个区间反压 那你可以看到 今天股价是创波段新高 盘呢今天是下跌了 但是他呢 还是逆势的 往上创了一个波段新高 所以当你选对股票的时候 这边呢 这个股价就会回馈给 回馈你所用心的地方 当你认真找到一档股票 然后基本上往上成长的时候 这边呢 那这档股票就可以带给你呢 相对不错的报酬 那这档股票呢 往上创新高 会涨到哪 从各个这边 不会预设任何立场 我们呢 就是陪着他成长 直到现行呢 开始转落 所以盘面上 还是有很多机会 因为我们跟大家讲 目前的盘面上呢 就是所谓的一个资金行情 资金行情是什么 资金行情就是个股轮转 个股轮转这边呢 今天可能轮被动 明天呢 可能轮记忆体 再过几天呢 可能轮到这个被动 轮到这个细菌 所以盘面上 轮来轮去的就是这种 缺货涨价概念 那先前呢 我们也跟大家提到 这边可不是一路抱就好了 这边呢 你反而是要来回 架差操作 因为盘面在震荡 那很多个股呢 也是走一个震荡盘 我们就以布林轨道 上中下轨 来去做区分 因为今天上轨 我们呢 就是先调节 卖一趟 就好比说我们刚刚提到的 2327的国具 我们在上中下轨 中轨的时候 买一些 下轨的时候 买更多 那反弹上来到这上轨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呢 就是先做个调节的动作 所以这边来回做 来回做 架差 有机会让你赚超过三成 让你赚超过四成 甚至让你赚超过五成 这样的机会 你要不要呢 这影片下方的表 都有相关的表单连结 欢迎大家呢 来填一些表单 跟上我们 及时买卖操作的脚步 那除了刚刚那些之外呢 仲哥要带来大家 新进场的这档股票 你可以看到 这档股票呢 外资在过去 40个交易日 只有卖超一天而已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 外资会买这么多呢 那目前的形态上面呢 也已经开始 打出一个漂亮的底部 随时呢 准备突破一个区间板压 所以这档股票 天长地久 我们呢 会抱着它长长久久 这边呢 这档股票呢 这种哥呢 是预计呢 要赚个三成 赚个五成 那欢迎各位投票 跟上我们不绝脚步 股价呢 已经快压不住了 投票呢 你一定要赶快 影片下方的表单连结呢 赶快点写加入我们 那这种哥这边呢 在最后来跟大家 勉励一下 这边我们自己呢 都是人生的主角 那即便说是在贫洁土地 他呢 也会开出一个 自由的强威 先前我们跟大家提到 这边行情打下来一定呢 是一个 非经济一处打下来 往往是一个好的买点 那这边苦了行情 中哥还是能带着大家 创出这样超偶的利润 先前我们跟大家提到 这个 我们每个月都有 共三成获利的标的 你可以看到去年 我们从1656 纤沃国资开始 再来是什么 再来6568 宏观 那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6683 雍志科 雍志科我们可是大赚一倍 在9月3034 连勇 再来10月是什么 645月讯新 再来6612奈米 那在6612奈米之后 就是我们所谓的 记忆体大行情 我们跟大家讲了 326年的威刚 这边可是大赚五成 再来是什么 6531的爱普 这边波段获利呢 也是超过三成 那2月呢 2月呢 2月呢 新的标题是什么 欢迎各位投资 赶快跟上我的脚步 这边震荡一定是你最佳的机会 那希望的余裔呢 这种歌来带着你一起分享 影片下方的表彈连结呢 就欢迎大家填写加入我们 跟上我们即时买卖操作脚步 同时呢 这边邀请大家呢 持续锁定这种歌的群组 FB股籍消耗值 或是LINE的股动人生 这位上面呢 会有一些即时的多空讯息呢 跟大家做分享 欢迎大家的加入 那我们下次见哦 谢谢 拜拜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神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